探寻世上奇闻,领略不同趣事 运河的出现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 因为运河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通行航道 一旦正式投入使用 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会取得更好的进步与突破 在我国历史上 比较有名的运河就是秦始皇时期的林渠 以及隋朝金航大运河 他们正式运营之后 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条运河 科林斯运河却有些打破常规认知 因为它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用的运河 最初为了改善当地的交通运输状况 希腊政府特意开设了这条运河 1893年该工程正式竣工 全长6.3公里,宽度21米 两旁悬崖落差90米,水深8米 竣工之后 科林斯运河确实提供了交通便利 让水上航行更加快捷 只可惜后来的生活水平和科技发展速度 确实太快了 船只船舶也随着潮流不断更新换代 所以这条运河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因为运河的宽度只有21米 现在的远洋邮轮很难顺利通过 一旦遇到大型旅游船只 必须要有船在前方牵引 所以这条河的作用已经不怎么明显 如今慢慢转变成了一处单纯的旅游景点 除此之外因为年久失修 运河两旁的岩壁需要修补固定 但是修补成本太高 也没什么增值空间 所以希腊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举动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说 它是最没用的运河的原因 即便如此 这条运河每天依然有30只船只经过 但大多数是百度小船或者旅游船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去当地观光旅游呢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 记得关注点赞哦